第十九题 鼎鼎以夹一两碳磅为电解 电解0.1大M的氢氧化钠水溶液 其装置如右图所示 下列有关于实验过程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有学过电解氢氧化钠吗 好像没有 但是我们是学过的 因为我们在电解水的时候 我们加入氢氧化钠帮助导电 氢氧化钠加入水中 就是氢氧化钠水溶液 也就是说 所谓的电解氢氧化钠水溶液 就是所谓的电解水 它的产物是一样的 电解潮中 我们接电池的正极叫做正极 接电池的负极叫做负极 电解水的时候 正极会产生氧 负极会产生氢 所以我们说 选项C说 甲电极产生金属钠 选项猪说 以电极产生氧气 这个叙述是错的 我们知道 接电池的正极叫正极 接电池的负极叫做负极 我们说上课的里面 方便讲课的讲法叫做 正极就是正电流出 负极就是负电流出 所以负极就是由电子流出来 电子从负极流到了乙电板 经由再由负离子流过来 然后再经由甲 再流回我们的正极 所以我们的电子的流动方向 应该是从电池的负极流入乙电极 再从所谓的甲电极回到所谓的正极 所以选项B也是错的 那因为正极就是正电流出 那么贾是正极 所以贾又会有很多的正 那么负极就是负电流出 乙是负极 所以很多的负 那么根据同性电相次 异性电相吸 所以正离子就会被吸引到乙电极去 负离子就会被吸引到甲电极去 所以我们的选项A的叙述是对的 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实验过程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A 水溶液中负离子移向甲电极 正离子移向乙电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